拉走一辆 又开走一辆 这后边的大巴都排着队呢 一辆一辆的 从白天就开始一辆一辆 拉人都拉走那个隔离去 我们对过这小区 整个小区的人全都撤走 从白天就开始拉 这都晚上九点半了 还在继续 白天我看还有警车 好多人可能也是不配合 不想走 还得挨家挨户做工作 进度挺慢的 我们小区那群里公告说 200辆大巴待命 拉这个我们对过这小区的人 全都给轻走 说他们这小区是 不作为那个 不到位吧 那个防护措施不到位 管理不严格 不像我们小区特别严 这一下麻烦了 前两天他们刚解封 就是解封解早了 完了又出现多起 确诊病例 新闻好像都没播 我们那群里说是26例 八栋楼里同时出现确诊病例 政府下命令 整个小区 一个不省 全都轻走 轻走 拉走都不能上哪去 集中隔离 完了这小区整个要消毒 说这小区里的公共设施 什么树啊花啊草啊上面测试 全都是阳性 太可怕了 跟我们家这就隔了一条马路 全都大巴一辆一辆的 200辆大巴 都是在朝阳公园那边待命 拱着往前走呗 从白天是几点啊 不太清楚几点了 反正我出来白天的时候 就一辆一辆的 就看拉走拉人 有的都岁数特别大 那大白就掺着 架着给驾车上去 一个不剩全轻走 有白天我就看一辆一辆 拉人